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ivo和Kyron就本质上而言两者相差无几 为了增强新车弯道表现能力 此次设计师把大量精力投入到空气动力学以及轻量化上 Divo采用了大量的碳纤维结构来降低车身重量 例如轻量化的轮圈 重量更轻的音响系统等等 最终整车重量比Kyron轻了35公斤 他们还为新车打造了一个1.8米宽的液压尾翼 以获得更强的下压力以及横向抓地力 在搭配下方的分流器最终下压力增加了90公斤 横向加速更是达到了1.6G 虽说只是高了0.1G 但是在同样搭载8.0升四涡轮增压W16发动机的情况下 Divo在圈速上竟然比Kyron快了整整8秒 不过为此需要付出代价的是 Kyron急速可以达到每小时420公里 新车的急速度只有380公里 不过大家最关心的应该就是价格吧 新车500万欧元的售价折合成人民币将近4000万元 全球限量40台 尽管该车售价如此昂贵 但是还没发布就已经全部售空了 毕竟在土豪们的眼里没有贵不贵只有想不想买 视频元素来自布加迪 由Max Honor创意公园翻译简集剧作 感受最美串生活 请关注Max Honor创意公园 请关注